洛杉矶线是加州疫情的重灾区 现在已经进入重启经济的第二阶段 美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依旧是居高不下 但南加大一项调查显示 与全美相比 落线民众防疫较有成效 但就业率跟经济的状况 落后全美平均水平 南加大经济社交研究中心一项研究显示 落线居民与全美居民相比 防疫措施做得更好 落线民众3月中旬有69%的人 避免前往拥挤场所 到了5月初有90%的人这样做 而全美同时期分别有57%和83%的人 采用这种防疫措施 而在家工作和学习的民众比例 落线也较高 5月初为57% 全美为46% 同时落线是全美最早实行居家避疫的限制一 在失业方面 落线比全美更高 3月中旬至4月初 全美就业率从62%下降至50% 落线则从61%下跌至44% 下跌17个百分点 这相当于130万人失去工作 另一项调查显示 落线居民经济状况与全国水平相比更糟糕 在最严重的4月初 落线33%民众表示 未来三个月将变得身无分文 这一数字全国范围为22% 实际上从3月后半月至5月初 落线这一数字一直高于全美平均水平 落线受疫情打击较为严重 主要是因为人口地理等因素造成 例如落线有很多人靠的是租房生活 日常消费较高等 参与该项调查的有1500个受访者 数字将用于落线政府的各项决策 有趣的是对于去酒吧 夜店等聚集场所的行为 从5月中旬开始流微上升的趋势 但总体比例很低 约5%左右 目前美国大多数的州 已经允许包括餐饮 户外运动等活动 但聚集性场合的娱乐活动仍未开放 疫情期间学区放假 父母就要在家承担更多照顾小孩的责任 那么疫情期间 家庭中是妈妈还是爸爸照顾小孩多一点 一项调查对失业 未失业的妈妈 以及爸爸等四组人员做了调查 显示四种情况下 还是妈妈多一点 显现母爱之伟大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